刚才呢我们这块说的是这个高度塌陷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干嘛呢 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这复制一个 来一个02 解决我们这个高度塌陷 那这个是我们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个1 或者叫就直接写个1吧 这是我们这个第一季是吧 第一种方案 我们来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先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注掉 注掉以后呢 把这个结构都给它留下来 然后呢我把这个float 我先给它删掉 现在我印象它塌不塌呀 没有塌 通常显示包括下边这黄的也没有上来 那接下来呢 我来把这个float给它加回去 这回再保存一刷新 总体是不是塌了呀 好那现在我们来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呢 那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 但是呢我们要先说一下什么呀 我们先要说一下它的一个原理 我们再说怎么解决啊 先说一下原理 我们在这儿来说这个原理 来说啊 根据什么呢 根据我们这个w3c的一个标准啊 在我们这个页面中 呃元素呃都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隐含的属性啊 隐含的属性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hass 叫做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block block formatting 还有什么呀 叫做一个 context啊 block formatting context block block叫什么呀 块 formatting叫什么呀 格式化 context的上下文或者说叫什么呀 环境 连一块叫什么呀 叫块级格式化环境 简称什么呢 简称叫做一个bfc啊 简称bfc啊 block formatting context啊 简称bfc 记住了啊 是bfc啊 是b 不是那个k啊 不是k是bfc啊 当然我不说你们可能还不至于混是吧 说完了就记穿了啊 一定注意是bfc 那这叫什么呀 叫隐含的属性 什么叫隐含的属性啊 就是说这东西我们看见看不见啊 哎 我们是看不见的啊 我们看不见的简称bfc 我们来说哎 叫什么呀 块级格式化环境 该属性哎 默认哎 该属性可以什么呢 可以设置打开或者什么呢 或者关闭哎 或者关闭打开或者关闭 那我们说默认什么呀 默认是关闭的啊 默认是关闭的 那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呀 当开启我们这个元素的bfc以后 那我们说我给他开启了以后 他会有什么新鲜东西呢 哎 当开启了元素的bfc以后 我们元素将会具有什么呢 如下 特性啊 元素将会具有如下特性 我们来一个个说 第一个 哎 开启元素的bfc以后 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 叫个开启bfc的这个负元素 是什么呀 负元素的这个外边距 不会和什么呀 子元素 重叠啊 负元素的这个垂直外边距 不会和子元素什么呀 重叠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负元素 负元素 这是一个什么呀 子元素 我负元素没有设置边块 也没有设置什么呀 拍定 他俩外边距是相邻的呀 好 现在我给子元素设置一个外边距 什么情况 是不是负子一块往下走啊 哎 一块往下走 好 现在我说了 我给我们的这个负元素 开启了bfc 那这时候子元素外边距干嘛呀 将不会传递给什么呀 负元素啊 这是第一个特点 然后再来说第二个特点 叫什么呢 叫做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哎 开启bfc的元素 不会被我们这个浮动元素所覆盖 不会被我们这个浮动元素所覆盖 什么意思 来 这是一个bfc 我下边一个什么呀 bfc 二 我让bfc向左浮动 bfc什么效果 是不是上去了 上去了 他是不是被bfc给他盖住了呀 好 如果我给bfc开启了bfc 那注意bfc 他盖不住bfc 那bfc跑啥去呢 他会跑到bfc的边上 即使没给bfc开浮动 他也是干嘛呀 跑到我们这个bfc的边上 所以注意 开启了bfc元素 不会被浮动元素所覆盖 不会被浮动元素所覆盖 但是这两点 其实咱们现在不是特别的关心 是吧 跟咱们说的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是吧 那我们来说第三一个 第三一个叫什么呀 第三一个叫做 负元素 开启bfc的这个负元素 的元素吧 可以包含什么呢 浮动的什么呀 子元素 可以包含浮动子元素 那么想想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bfc1 它不能包含我们这个浮动的这个bfc2啊 哎 那么想想如果我给bfc1开启了bfc 那什么效果 它是不是就可以包含了呀 可以包含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bfc2 能理解吗 哎 那我们已经知道开启以后 它会有这些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怎么开呀 哎 我这来一个什么呀 bfc冒号来一个什么呀 开启 行不行啊 这这做梦一样是吧 哎 这肯定是不行的 既然叫什么呀 既然叫隐藏属性 它肯定不是这么写的吧 哎 就像你这个玩游戏里边要输什么呀 输密集一样 哎 你输一个密集 他这可能干嘛呀 金钱什么东西才无限是吧 哎 但是现在我们来说 那这东西怎么开启啊 哎 注意 没有一个什么呀 没有一个属性说可以直接干嘛呀 就专门的开启bfc的 所以这里边什么呀 哎 我们都是通过一些属性去 间接的开启bfc 那我们来说 如何开启我们元素的什么呀 bfc 啊 如何开呢 我们来说方式其实还挺多的 第一个叫什么呢 设置我们元素 浮动 啊 设置元素浮动 那注意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只要让元素浮动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呀 就相当于开启了我们这个元素一个什么呀 bfc 啊 bfc 哎 然后再看啊 接着来说 第二个叫什么呢 设置我们元素叫什么呢 绝对 定位啊 也可以开启bfc 然后第三个叫什么呢 设置我们元素的这个 哎 diskplay 哎 设置元素为什么呢 为inlan block 啊 为inlan block 那这三种方式我们来一块说一下啊 其实设置元素浮动跟设置元素决定位呢 是什么呀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演示浮动了 因为决定位我还没有说啊 没有说 那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只要给box1 也设置浮动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给box1开启了bfc啊 哎 那我们想了 我给box1开启了bfc 它是不是就有这三条特点了呀 哎 那么说了 如果它有第三个开启bfc元素可以包含浮动子元素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box1就可以包含box2了 哎 那最简单的方式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flow 来一个什么呀 live 我是不是让box1也浮动了呀 其实这你也好理解 为什么好理解呀 哎 你box2子元素浮起来了 导致负元素包含不了了 干嘛呀 我让负元素是不是也浮起来是包住了呀 哎 也浮起来 来 我这一保存 是不是也浮起来了 哎 咱们先看能不能包住啊 我这一刷新 走你 哎 首先高度 tamenta 没他 边框是不是撑起来了 哎 撑起来了 但是这又带来问题了 宽度是不是没了呀 宽度为什么没了 哎 负元素浮动以后 是不是脱离文档流啊 脱离文档流以后 干嘛了 宽度是不是也是被 嘴上都撑开了 哎 所以这里边注意 虽然高度没他 但是宽度是不是没了呀 哎 宽度没了 但是这都不重要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下边这是不是又上来了呀 而且上的比刚才还多了是吧 哎 比刚才多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让他让他浮动 我能不能解决问题啊 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也是让我们的问题其实更更复杂了 是吧 宽度高度算好了 但是宽度干嘛了呀 宽度没了啊 宽度没了 所以注意我们开启BFC这些样子 他都不是直接去开启BFC的 所以这些开启方式都会有一些什么呀 都会有一些 副作用啊 或者说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什么呀 不好的地方啊 不好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一浮动以后干嘛了 高度虽然不塌了 但是什么呀 宽度也没了 而且什么呀 后边元素布局是不是还乱了呀 哎 还是乱了 那所以这个flop呢 不好啊 flop不好 哎 那么来说啊 使用这种方式开启会什么呢 会导 哎 虽然 可以什么呀 哎 撑开负元素 但是什么呢 哎 但是会导致我们这个负元素的什么呀 宽度 宽度丢失吧 哎 宽度丢失 宽度就不是被我们这个负元素撑 哎 不是跟负元素百之百了 而且也变成什么呀 被子元素撑开吧 哎 被子元素撑开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同样 但是而且什么呢 而且使用这种方式也会什么呀 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下边的这个元素干嘛呀 哎 元素 下边这个元素干嘛呀 上移啊 也会导致我们下边的元素上移 是不是不能干嘛呀 不能解决 问题啊 哎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注意 这种方式负责用干嘛呀 它比较大 所以这种方式我们推不出这样 不推荐 那我们再来说设置元素绝对定位 这两个实际上效果是什么呀 一样的 所以一二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干嘛呀 都不推荐啊 都不推荐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叫什么呀 设置为这个阴烂 Block 直接写了 怎么设置啊 第一次 Play 来一个这个 In-Line Block 我这别跟这设置 我得设置副元素吧 哎 我是给副元素开写 BFC 所以来一个 第一次Play 来一个 In-Line Block 我这一保存 咱们来看效果 咱们先不写啊 不写 保存 走你 踏着呢吧 哎 然后给它写上 来 保存 这一刷新 走你 哎 不塌了吧 而且布局是不是也好了呀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宽度是不是又没了呀 哎 宽度又没了啊 宽度又没了 所以这边注意 设置元素为In-Line Block 可以什么呢 可以解决问题 哎 但是什么呢 但是会 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宽度干嘛呀 哎 宽度就是也是副作用比较大 但是我们这块什么呀 也是不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啊 不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啊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三种方式开启BFC 都会给我带来一些什么呀 副作用 哎 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那我们是不是想一个找一个副作用 尽量小的一个呀 所以这里边我们经常用的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 第四种 第四种怎么设置呢 你叫什么呢 将我们这个元素的overflow 设置为一个什么呢 C VSIBLE Visible的值 哎 将这个overflow 设置一个非 Visible的值 我们说Visible是什么呀 是不是摸认识啊 只要你的overflow 不是Visible 就可以干嘛呀 就可以开启我们这个BFC 而且这种方式干嘛呀 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更小一些啊 更小一些 直接来看啊 直接来看 来一个overflow 我来什么呢 我先来一个Visible 这玩意儿我们来看有没有用啊 我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不行啊 哎不行 那接下来我们看其他值 其他值还有什么呀 什么heiden auto 还有什么呀 是不是score啊 哎 我们来一个score 让它滚一个 我这一保存 咱们来看 一刷新走你 哎 是不是很完美啊 哎 高度成盖了 但是你看现在score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出个滚动条了呀 哎 出滚动条了 所以score呢 你这出滚动条有时候我我不想要你这滚动条吧 哎 很难看 所以score呢 也并不是一个推荐的方式 那还要什么 哎 auto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 走你 哎 高度 他没他 没他 并且有没有滚动条 哎 没有滚动条 所以auto呢 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或者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这个 哎 黑的黑的其实我们会用的更多一点 但是这两种方式呢 没什么差别啊 没什么差别 我一保存 咱们来说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效果是一样的呀 哎 效果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推荐的方式干嘛呢 哎 推荐方式 将我们这个 哎 overflow 哎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 低的 哎 是什么呀 是一种 副作用 最 哎 小的 开启 DFC的什么呀 方式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他 没有副作用 也有 但是那个副作用 我们遇到的情况比较 比较 几率比较低 几率比较低 等我们讲完定位我们再说 他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 但是现在你就要知道 我给他设置为 overflow 可以干嘛呀 可以开启我们这个元素 一个什么呀 BFC 开启BFC以后 我们这个副元素将可以干嘛呀 包含这个浮动 所元素 所以解决高度 它现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干嘛 给副元素 添加一个overflow 其实说了半天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么一个 属性 就是这么一个属性 但是前面一直在说什么呀 它的一些原理 这个原理能听懂吗 好 那我们再看效果啊 现在一刷新 是不是不塌了呀 哎 整个布局也就好了啊 也就好了 所以以后高度再塌 就给副元素 加什么一个什么呀 overflow hidden overflow hidden 哎 那这好了 我们来看其他元素 看看其他网络 乱战器 看看什么呢 croom croom 它没它呀 没它 证明croom里边好用 来 咱们看看我们这个 IE IE先看IE11 稍微等一下 它比较慢 哎呀 快 嗯 IE11啊 是不是已经 OK啊 来看看我们IE IE9 IE9是不是OK啊 直接来看我们IE IE8 哎 IE8 也没问题是吧 也没问题 来 再看IE7 哎 IE7都好使 是吧 没下大问题了呀 哎 当然关键一个 还有谁呢 哎 我们那个IE6 当然IE6兼容情况也不多了啊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怎么去兼容它 点开 哎呦 他的还是那么那么销魂是吧 而且这个这这哥们好像给他摆摆边去了吧 哎 整得很奇怪这么一个东西 反正说一千到一万 塌了 对吧 哎 塌了 那为什么呀 我不是已经给负元素开启了BFC了吗 哎 所以这里边来说 一个问题 哎 IE6他不支持 但是在我们这个IE6集什么呢 集以下的这个浏览器中干嘛呢 哎 并不支持我们什么呀 BFC 刚才我看到了 实际上IE7是不是都管用啊 但是一到IE6就不管用了 在IE6集以下的浏览器中呢 并不支持BFC哎 那我们说了 这不是W3C的标准吗 为什么IE6他不他不支持啊 那注意 IE6的时候 微软和W3C这两个还干嘛呀 还不对付呢 哎哎 微软想说什么呀 我说了算 W3C想说什么呀 我说了算 所以他就干嘛呀 没有去完全遵守这个W3C的一个标准啊 没有完全遵守W3C的标准 但是现在这两个嘛呀 已经同流合物了是吧 哎 同流合物了 甚至有一年 这个什么呀 像IE9还被W3C评选为了什么呀 最佳浏览器是吧 哎 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好 但是注意啊 IE6以下的浏览器并不支持BFC 所以什么呢 所以 使用 哎 这种方式不能兼容什么呀 不能兼容IE6 那怎么办呀 哎 你就不用IE6就完了是吧 哎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如何去兼容啊 如何去兼容 真的想兼容怎么兼容 我们来说一下 在我们这个 IE6中 虽然什么呢 虽然没有什么呀 BFC 但是什么呢 但是具有哎 另一个什么呀 隐含的一个属性 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 哎 叫做一个 嗨子 哎 雷 奥特啊 叫一个嗨子料特 什么叫嗨子料特呀 嗨子什么意思呀 有没有 或者你可能看的有这么写的 他可能连着写的 叫一个什么呀 嗨子料特 什么叫嗨子料特呀 嗨子叫什么呀 有没有啊 有没有料特什么呀 布局啊 嗨子料特有这么一个隐含属性 我们来说 该属性的作用和什么呢 该属性的作用和什么呢 哎 和我们这什么呀 BFC 类似啊 和我们这个BFC类似 所以什么呢 所以在我们这些什么呀 在爱意6浏览器中 是吧 哎 可以通过开启我们这个嗨子 雷奥特 来解决该问题啊 来解决该问题 那还是 那就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开启嗨子料特呀 哎 那肯定一点 这是overflow hidden 肯定干嘛呀 开不开 因为我们这写上了 写上是没用啊 哎 写上没用 那怎么去开启嗨子料的呢 那我们说了 开启嗨子料的方式呢 也很多 开启方式很多 哎 我们 我们不说那些了 我们说那些都没用了 说些什么呢 哎 我们 哎 直接 哎 使用一种什么呢 哎 副作用 最小的 怎么开启呢 哎 直接 将我们这个元素的这什么呀 哎 zoom 完了设置为 一 即可啊 直接将元素这个zoom设置为一即可 什么意思 那现在我先把这个注了啊 overflow hidden 我这一保存 咱们现在一刷新走你 现在是来探呢 探着呢 我这给他加一个属性来什么呢 来一个zoom 冒号来什么呀 一 我是不是添加这么一个样式啊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这回一刷新走你 还塌不塌了 是不是就不塌了 哎 就不塌了 为什么不塌了 因为我使用这个zoom一 开启了我们这个什么样 负元素的嗨子啊 料子哎 所以干嘛了 导致它可以包含它这什么样 紫元素 所以干嘛了 所以就没有塌陷啊 没有塌陷 那这里边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zoom什么意思 zoom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放大的意思呀 哎 zoom表示放大的意思 哎 放大的意思 那后边什么呢 哎 后边跟着一个什么呀 跟着一个哎 数值 哎 写几 你写几就干嘛呢 哎 就将我们这个元素干嘛呀 放大 几倍啊 放大几倍 比如说改一个改什么呢 改一个二 我们来看一刷新 走你 完了 这哦 这是不是i 得在i1里看啊 我这一刷新 干嘛了 二倍了呀 哎 我写什么呢 我写一个 我写一个三 我一保存 一刷新 是三倍啊 哎 写几就放大几倍 所以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 一 叫什么呀 放大一倍 那放大一倍 是不是跟没放大一样啊 哎 就一边大了 所以我一刷新干嘛呀 没有任何副作用 但是干嘛呢 哎 所以zoom1表示什么呀 嗯 zoom1 哎 表示什么呀 哎 不放大元素 但是什么呢 哎 通过该样式 可以干嘛呀 开启我们这个 嗨子 料子啊 嗨子料子 这是我们一个 副作用最好的方式 甚至我感觉它比谁啊 比我们那个overflow 黑的干嘛呀 还要强一些 啊 还要强一些 好 那所以我们以后解决 i6的问题就什么呀 就来一个zoom1就OK了 但是这里边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 i6好使的 对吧 贺狐狸好不好了 嗯 不好了 groom里呢 也不好了 来 看我们这个 这是谁啊 i7 i7还0是吧 i7还0 i1 i8 就废了呀 包括我们i1 11 是不是也不行了呀 哎 也不行了 所以注意这种方式 只支什么呀 只支支我们这个 i1 啊 只支i1 还是还得i1 i8以下是吧 哎 i8几下 那所以这里边我们为了兼入所有流量器怎么办 哎 两个都写上 写一个zoom1 我再写什么呀 overflow 保存 现在一刷新 i6也OK 然后再看 火狐是不是也OK啊 croom是不是也OK啊 然后我们来一刷新 这是我们i11 也OK啊 也OK 所以注意要我们要兼入i6的时候要写这两种方式 一个是zoom1 一个是overflow可以的啊 两种方式 哎 那我们来说啊 这个zoom zoom这个样式指什么呀 指在我们这个爱意中国吗呀支持其他浏览器干嘛呢 都不支持 所以这玩意你写在这儿人家火狐啊苦入木干嘛呀 压根人家就不看啊 压根就不看 所以这块写直接放就行了啊 所以以后你要去解决我们这个高度太阳问题 你就记住两行代码 一个是我们那个overflow hidden 还有一个是我们什么呀 zoom1 这样就可以兼容我们这个所有的流量器了啊 所有流量器了 好 那这里边我们先评一下 听明白 好